現在要講的是織帶的長線 好 我只有一個短短的sample 好 那這是 這邊是頭嘛 那這邊是尾 好 那尾的話 你知道最後一針齁 知道最後一針以後 不用再多織一個索針打結結束 你就是知道最後一針以後 你就是留個七八公分 那你就剪線 剪線以後你就 直接這樣抽出來就好 好 所以你看你抽出來以後啊 有沒有 它的邊邊 就是會很完整的三個鎖鏈狀 三個鎖針鎖鏈狀 好 然後之後你就 穿針 好 然後穿針以後 你看我們的邊邊 就是我們會 好 我會有沒有 先下來 從它的邊邊 這個是 它原本第一 就是它原本最後一針那個短針的位置嘛 先這樣穿過來 然後翻到後面 有沒有 因為它的這個線是 從這邊會比較順嘛 如果你在前面它好像又拐一個彎這樣過來好 翻到後面 然後 你藏先有兩個喔 你一個是可以直直這樣藏 然後一個是可以藏在短針 但是呢 因為我們的短針只有三針 所以啊 我藏我會過去再回來 好 就是我不會只有三針完就剪掉這樣子 好 那這邊就一樣 就是像我們走在那個 短針的中間嘛 有沒有 短針的中間 好 拉過來 不要太鬆也不要太緊 好 那 這是第一段的對不對 那我現在要把它暈到第二段 所以我一樣 從它邊邊這邊 我把線 穿下來 那這邊是它第二段嘛 那如果你覺得這樣也不保險 就是這樣也太短 你要這樣子來回來回來 你可以就是在 就是這邊可能穿兩段再回來 也可以喔 齁 比如說像這樣子 要穿下來 看一下 嗯 嗯 好 你拉線的時候捏著拉 它才不會就是它的那個密度鬆緊度 被你在長線的時候拉抬過頭 讓你調整一下 如果你有真的有拉太緊或拉太霜 調整一下 好調整好以後 你就可以把它的線頭截掉 那再拉一下它就縮進去 這樣這邊就沒有了 好那換這邊 這邊是起針的地方嘛對不對 起針的地方 我比較不會長在第一段 因為第一段的穩定性比較不夠 我會從 先把從那個邊邊有沒有 把線的線過來 那我會長在從第二段開始長 嗯 嗯 先掉了 然後這樣子之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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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二段 第二段 然後如果你要 再多一點 第三段 也可以喔 齁沒有 就是如果你的線夠長啦 那你的線如果不夠長 就大概兩段 就也可以啦 就不會掉 嗯 先過長 你就可以再 做一段 第三段 嗯 好 這樣子 然後就剪掉 這樣就好 這樣就好 OK 好 這樣子 嗯 應該拿中間比較看到 這樣子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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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